你們發現 奇葩怎麼畫出來錯 後來我發現 根本發現 這個資料有點問題 其實以後你們看數字 如果數字在esail裡面 如果理論上應該是靠右對齊 可是他如果突然有發現他的對齊方式 居然是靠左對齊的時候 那你要小心 他其實就不是一個數字 而是一個文字 所以一個文字的話 它就沒辦法畫這條圖 所以怎麼辦 有沒有發現 其實它有驚嘆號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數字範圍把它選起來 然後它這邊有驚嘆號 你把它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數字就好了 OK 它預設內建的功能就有了 把它轉成數字 有沒有 馬上靠右對齊 如果已經靠右對齊的話 那你再把剛剛這個動作再做一遍 先選A1 Ctrl-Shift向下 再按Ctrl鍵 再Ctrl-Shift向下 把這兩欄 分別選起來 插入直條圖 畫出來的圖 應該就沒有問題 不過因為它的 數量很多 所以其實底下側占一大堆 OK 然後就變成說 高高低低的 OK 那假如說這件事情 我希望它能夠在這個什麼 在 不是在Excel裡面做 因為我們教的不是以 我們是希望這件事情 能夠在Python裡面完成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當然幾個做法 反正就是在產生什麼 像剛剛那個 圓形圖 List A 跟List B 或者List X 跟List Y 都可以 那其實就是這種做法 要不就是怎麼樣 我們已經存了檔之後 把它打開 要不就直接從裡面去分析出 第一欄跟 應該是第一欄跟第幾欄 第三欄的資料 有兩欄資料 然後就可以丟給繪圖就完了 那麼乾脆啦 已經存檔 不然我們再開一個新的module 那這個module裡面的話就開檔 開檔的話 你們可以 參考今天做過的 來複習一下 在第10頁的地方 應該是 今天做過的這裡 有沒有 這個圓形圖嗎 那其實我們是開檔 所以 先開檔 所以1 開檔 然後開檔只是把檔案名稱改一下 改成這個 PM25 底線 然後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不是要看著它 因為它不需要看著 我們其實只要取得就好了 那取得是第一根 所以呢 我們其實這邊就可以 把它開起來 對啊 所以這個是開檔 Low 或不可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其實可以產生一個叫 List A 一個叫List B 然後呢 分別 在這個 開啟這個 序扯的時候 裡面的Ru 我們直接就是 List A 指的就是什麼 指的就是 把它裡面的Ru Ru指的是哪一欄 然後 第0的話 是第1欄 第1欄 OK 把它放進去 然後 B的話呢 是放 第3欄 我看一下 這個的話是放 1 3欄 2 最後再把List A 跟List B Print出來看一下 確認一下 OK 那這樣 應該 這邊一樣 Append 資料放進去 Append它 這樣 也就是說 List A 是放 D 這個是放第一欄的 這個是放第三欄 這邊多了一個 這個 OK 那理論上應該OK啦 試一下 如果List A 跟B有的話 有沒有看到 沒錯 這個是 A裡面放的 這個是 B裡面的數字 有沒有 理論上應該他們數量都一樣 有了吧 第二步 再把什麼 這邊有一個畫 應該是二十幾頁吧 在二十九頁 一樣 引用這個 然後 字型的話 我看也是 直接拿 那就是直接拿這個 這個 這個 不過 這裡可能要改成 List A List B 好 這樣應該就畫圖了 所以畫圖其實還蠻簡單的 只是說這邊加一個中文字型 然後 不是Prom 把它改成B B B的話才是紙條粗 OK 好 最後秀一下看看 OK 所以呢 我們就是加這個好了 把這個 稍微改一下 這邊 這邊 讓一下看看 有沒有看到 出現 不過有個缺點 因為 78個太多了 底下太密集了 所以如果要改的話 剛才 就是我們只要秀前十個算 前十個的話 我看看 很簡單就是 這邊加一個0 冒號 10 這樣就10 10個而已 因為我設定它的範圍 0 到 10停下來 所以就到9 0到9 看一下 有沒有 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 就比較OK了 大層 大層最少 富貴角 所以感覺好像一個階梯狀 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畫其他的 其他變成你這邊 就要自己再加 10 這邊20 10 10 20 好 假設 有沒有 後面的圖 變成要分幾張放 不然的話 你直接放同一張 它會變成下面放不下 OK 好 那上面如果要再加標題的話 這個叫什麼 叫PM2.5直條 直條圖 所以我們最後 一樣可以拿那個 今天做過的練習 這邊 所以今天 前面做過的其實後面都可以拿來套用 像那個組 那個什麼 Title 部分 如果你Title 不會的話 那其實一樣可以從這邊 加上什麼 這邊有Title 所以Title一樣 然後 Ctrl-C 直接加一個Title 那這邊就是 直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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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樣的話又多個標題了 OK 一樣把它存成 存在這裡 秀的下方 然後存成 這個叫什麼 PM2 如果檔名就不能點 所以就PM25直條圖 然後一樣存在1點底下 好 最後把它Save 那這樣應該有Ending 這邊有 這張 顏色怎麼變 先不改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 這張圖有沒有 有 打開 出現 OK 所以 最後呢 我們總結一下 一樣我把這一段 Ctrl-C 一樣放在雲端 第幾頁呢 第29頁 29頁這裡 畫圖的 我把它蓋上好了 直接改成直條圖 其實關鍵字就是Bot 這個Bot 改成直條圖 OK 所以 總結一下 第一個 反正我們就是 就是 要產生 兩個串列 一個是List A 一個是List B 那A的話 指的就是第一欄 B的話 指的就是那個 PM25的數 現在第三欄 所以為了要取得第一欄 那我就可以透過 讀取的時候 我取得就是 第一欄 就是中瓜弧0 指的就是第一欄 OK 中瓜弧2 指的就是第三欄 然後我把它放哪裡呢 放在A跟B裡面 但是它每讀就跑一筆 每讀就跑一筆 所以呢 我就用append的方法 把這兩個分別的資料 一個一個放進去 那有A跟有B之後 我就可以畫圖 那畫圖的話 其實跟前面不一樣的地方 前面的話是點π 或者點prong approach 那這邊的話 就點bob 點bob 可是要兩個喔 因為直條圖一樣 就是你要給A的話是水平軸 B的話一樣是中軸 OK 那我就給兩個資料給它 這樣OK 那因為我們原來是沒有加範圍 那如果全部給的話 畫出來好像會太多了 會變成一個圖 好像這樣容納不下 即便你放到最大 它好像 所以我們乾脆把它切 我剛剛是把它切成 10個10個好了 我就是把它放成類似像這樣 OK 然後呢 直接執行之後 這樣就OK 最後把它存檔起來好了 請各位試試看 那這一段程式 一樣 我又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上面的 第29頁的地方 各位參考一下 繪製成直條圖